这套阵容啊 我觉得曲悦掏一个破轮 迎面还是蛮大的 但是鱼女呢 哇 这张狂鱼女 懂的都懂啊 张狂鱼女 在我看来真的 她想赢 她想输不容易 但她想赢更难 这个 感觉有点 曲悦宝平 让队友增三的意思了 这个鱼女掏出来 我估计教练组这边 包括曲悦自己 应该也没有太多的想法 说需要增胜的 张狂鱼女增胜 我感觉 对吧 开玩笑一样的 你怎么增胜吧 队友这边 求人这边不出失误的情况下 鱼女赢不了的 能保平啊 不能增胜 开局 抓心理 三刀 寄到心理的话 密码机总量 应该是两台半 甚至以上 赢不了 赢不了 这把鱼女真赢不了 这个阵容 鱼女怎么赢啊 开玩笑 这个阵容只有求生者多跑 没有鱼女多抓 前提是不要出现大失误 你出现什么 傭兵什么 就人没救下来 吃震慑之类的 水气伤害加震慑 人没救下来 就算水气伤害加震慑 人没救下来 这个局都有可能出现平局 我们我都见过 但我就没见过鱼女能赢的 鱼女能赢的 张黄鱼女能赢的 真的很少很少很少 第一刀还是实体刀 昆虫这边再来卡你一手 一分十秒 第一刀 还是交闪现起的 银应该是没有了 可以跟银C勾败了 剩下的就看怎么保平了 这个局目前 这个开局 应该是 求生者的一个保平真胜局 如果说求生者 能够完成一个三跑呢 爱立留一个就行了 爱立留一个就行了 对吧 哎呦不对呀 这个节奏 越来越不对了 在这个满血心里 不震慑就行了 这心里 这时候啊 说实话 这个心里 兄弟们 这个心里交给我 我就站在那边不动 我感觉队友只要救我一波 我们都能保平 现在对于穷者来讲 都不是只输一手啊 现在穷者注意啊 这波心里倒地以后 佣兵来救 佣兵吃水器 加震慑 救不下来人 取悦都翻不了 翻不了一个赢 他也只能再看看办法 怎么保平 就出现人救不下来都没有办法 因为他没有底牌 他就翻不了赢面 大龙 大龙 这轮心里 溜的也是拉满了 看一下这边 怎么救人 佣兵这边被通缉到 鱼女的话呢 也没有到二阶 怎么说 只要卡半球下来 就是四人开门战了 只要卡半球下来 就是四人开门战了 吃双岛 吃双岛也是四人开门战 因为他们人力上面足够 风机子 收叉风机子 没用啊 这波连双岛都没有打到 这个佣兵不会再过来了 这佣兵开门战 古董商交飞轮吗 古董商交飞轮 意味着古董商不过来救 那是昆虫过来救 昆虫过来救 配合佣兵 最好是两个人来救 一个人来救 我感觉 可能还有点幺蛾子意外什么的 两个人来救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刚才差一点震慑 是的呀 我也以为差点震慑 我心里也咯噔了一下 但震慑嘛 震慑都有机会再打三 打三跑的 换老师这边昆虫往前顶 佣兵得跨过来 大家注意啊 佣兵这个时候救人啊 救这个鱼女的人 虽然说是胜券在握 对吧 优势很大 但是你救鱼女的人 还是得两个人来救 你看 就拍一个人来救 就有可能出现问题的 两个人来救就没有问题了 还是要两个人来救的 这里再包水器 一冲 这边 打一刀 密码机 六 佣兵 满血 三护臂 哇 这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啊 打到开门站了 我还有三个护臂 回忆 这不是随便跳 先在你面前跳一个看看 哎 哎 打了不水器伤害 华老师飞轮是交调的 这边闪现一刀 二十 哎呀 这个地方的闪是不是有毒啊 钱 昨天也是啊 都是 这个地方的闪现 对于QY来说 那 华老师 留下吧 地窖离得也比较远啊 不能还有想法吧 这个没必要了吧 爱丽留一个就能赢了 傭兵还想来 通缉到了 不是 不是 你们在干嘛 不能犯罪啊 这个没必要啊 这 这 这什么情况 古董商满棍 小铁说 我没打够 小铁没打够 没必要吧 这来蒸一蒸 有什么好蒸的呢 对不对 这个时候 你们本身就有优势 爱丽留一个就能赢 拖挽留结束确实可以打 只是有有这个必要吗 不做人了 哎我们就要打 我们优势够大 哎我们 傭兵点门收叉 这样的话傭兵吃水气 帮忙扛刀 换老师飞轮 哟换老师古董上点棍 挽留结束了 看一刀走了 这里飞轮 哎呦 这波飞轮交的好啊 铁骚 好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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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势够大 但这个东西没必要啊 我觉得这个去打 意义不大 打出来四跑呢 就直接取胜 但是 爱丽又不是潘大帅 好像搞的对吧 他上去一定被四跑一样 对不对 又不是那个姓潘的 菜的抠角 只能坐在这边 给大家解说 爱丽上一把刚四杀完 真的没必要啊 万一出点妖蛾怎么办呢 过来 让我来试试 再次补试